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部李小龙报送日本人的超猛动作电影《金武门》 由挪威指导李小龙 倪匡联合编剧 这部电影可太经典了 塑造了无数永垂不朽的名场面 被无数电影模仿致敬 我少读书 你不要骗我 英史第一位纯真形象有多霸气 今天就带你见识一下 想和日本武士过两章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坚持看板哦 民国初年的上海 列强 虎士 等等 著名武术家霍冤霞被日本人锁度 惨遭暗害 门下最得意的弟子陈真悲愤无穷 冲到葬立现场 抱住师父的灵鹫嚎啕大哭 大闹葬立现场 大师兄无奈 只能将其打冤后抬走 葬立结束后 悲伤的陈真不思茶饭 觉得师父的死一定有隐情 史兄弟说 师父是未病死的 陈真反问 未病会不会死人 呃 陈真还真会 史兄弟有说是感冒 陈真反问 感冒会不会死人 呃 还真会 如果是病毒性感冒的话 陈真无能狂怒 只能哭好师父死得好冤枉 几点后 金武门找开柜椅 表示一定要继承师父医院 将金武门武术发扬光大 让每个中国人都有强大的精神和体魄 而此时 红口道上的日本人 带着翻译小胡子 不倾自来 还送来一份大礼 上写东亚病夫四个大字 陈真看了后 屋内如焚 但师父刚刚去世 不能在灵堂动手 只能忍住 金武门的人大怒 问翻译官是不是中国人 翻译官哈哈大笑 是 但不完全是 他是皇家官方认证的那玩意儿 哦 是你小子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翻译官问道 到底是中国功夫厉害 还是日本武术厉害啊 师兄弟们都强忍愤怒 不敢动手 翻译官反问道 怎么了 连个屁都不敢放了 陈真当时就要动手 被师兄阻止 师兄礼貌道 我们练武是为了强身健体 而不是争强好胜 翻译官看陈真没肿 又打了陈真四下 带着日本人嚣张离开 师兄弟们说了七十大儒 感叹道 要是师父还在 我们怎会受这种气 次日 红口道场的人正在练武 门口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正是陈真 肩膀上还扛着一个东西 陈真开门就问 你们管事人是谁 日本人一看 你算老几 找我们老大什么事 陈真表示 我有样东西要还给他 说吧 拿住牌匾 日本人一看 四量仔 幽种 昨天的那个小子走了上来 陈真问道 一个还是全体 妈的 一个就够你受到了 下一秒 直接就被打飞一仗 陈真还没开始热身 另一个武士怒道 我来 结果被陈真直接打飞 陈真冲上疯狂两脚下去 两人蹬尸残废 日本人一看大怒 围起来 陈真伸展胳膊 日本人原地转圈 吓得连连后退 陈真慢慢揭开上衣 热身结束 开始 无杀模式 众人要送 陈真一座连魂梯 十来个人连陈真的圈都进不了 就已被打得满地打滚 陈真毫发无伤 还趁机摆了一个pose 又一人要送 后美语人 也被铁周当场摔成肉饼 陈真一个翻身 拿起双鞋棍 朋友们 你们的ICU可以提前叫号了 海陈真也先约着 众人一空而上 陈真双鞋棍 哗哗哗地甩住住 没棍子下去 兴则脑出鞋 重则当场爆头 众人再次使出围穿战术 陈真眼神如刀 疯狂耍将起来 棍子划破空气 犹如利剑 劈开人体一般令人胆寒 不一会儿 对上就多了几十个残废 带头的胡子哥大怒道 够了 我来送 说把缓缓酿了口唾沫 憋大脸 陈真使出骨蝶布 动骨脱脱 紧接着就是闪电般的踢腿 逼得胡子哥连连后退 胡子哥卯足了这超神一次 将陈真扔飞了出去 陈真平稳着陆 陈真一个飞踢被躲过 一脚踢了上去 紧接着挤出连环踢 踢得胡子哥满地打滚 陈真左右开弓 反复爆锤 胡子哥失去了战斗力 原地躺平 陈真走到牌匾之前 砸碎玻璃 你 你 过来 陈真撕下纸条 递个二人 吃吧 你们两个信求货 这次让你吃纸 下次让你吃玻璃 此时 翻译官坐着人力出租来到 征建到陈真 报答保安 陈真霸气离开 翻译官下的独栽枪脚 四次发抖 红口到场 化石人灵母先生 听说此事 自日陈真到公园游玩 保安却一把将其拦下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忽而 原话扮演的日本人走来 冲陈真道 想进去吗 做我的狗 我牵你进去 陈真再也忍不住 抓住对方 一顿爆锤 连续打散三个日本人 几乎把对方 肠子都打出来了 陈真看到门牌 怒气冲天 一脚踢飞 腾空跃起 将门牌踢得粉碎 在群众的拥挫中离去 此时 翻译官叼染烟 特色的带着日本人 杀进了金武门 一个师兄相阻拦 被胡子哥一巴掌抽开 大战以处即发 日本人人多事众 加上师兄弟们 没有准备被打得 毫无招架之力 不一会儿就有多人受伤 只有大师兄能够应对 连续打趴输给日本人 日本人开始玩阴的 要砸火炎甲灵卫 二师弟四四保护灵卫 被打成重伤 翻译官开始发话 马上交出陈真 不然几天后 我们就带着日本军队 过来抄家 二师弟抱着师父的 一项痛哭 大师兄感叹 一定是陈真 又在外面惹祸 此刻陈真从外面走来 看到屋内一片狼藉 大师兄怒道 这都是你惹的祸 陈真看到师兄弟 因为自己受连累 十分内疚 师兄弟知道 一旦陈真被日本人找到 必死无疑 劝他急忙离开上海 让陈真表示 自己不能走 他不想连累大家 大师兄命令陈真 必须离开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说吧让人帮忙 去买火车票 夜晚 陈真一个人 坐在师父领尾前 并用师妹道别 却突然听到 有鬼鬼祟祟的声音 追到后方才发现 韩英杰扮演的厨子 和另一个人 正在讨论 毒死护员甲的经过 并商量跑路 陈真推门进来 陈真一个翻身 踹飞对方 对手还击 但全被陈真提前解杀 连出手机会都没有 日本人当场吐血而亡 陈真到 韩英杰出来 韩英杰想跑 陈真追上疯狂怒吼 机关枪班的快拳 发现了陈真的留言 师父是被饼干毒死 真兄尚未查明 我誓死报仇 此时 老三在楼下大喊 大师兄下楼得知 韩英杰和另一个厨子的尸体 被人挂在了电线杆子上 师兄弟们出去一看 果然是这两个憋孙 大师兄表示 我们回去再笑 走 大师兄一眼就看出 是陈真干的 于是命令众人 分头去找陈真 只有师妹通妞妞 一下就猜到陈真在哪 来到师父目前一看 果然看到陈真 在坟底吃烧烤 兔妞妞让陈真跟自己回去 陈真不愿意连累大家 无论生死 她都已经决定了 两个人一分交心 抱着对方啃了起来 交换了一下蛋白质 陈真承诺 把玩仇一定会带 兔妞妞远走高飞 此时 林伍也得知了自己人 被杀的消息 于是决定 血洗捡武门 但翻译立马制止 我们应该利用宪兵 施压捡武门 陈真一定不肯连累大家 主动健身 摇头挂脑地表示 自己对大日本 绝对的忠心耿耿 死而后已 林伍非常满意 立马让翻译去办 夜晚 林伍请翻译官 现场日本舞蹈 不过 这段太无聊了 我们就不放了 就是一女的在那抖啊抖啊的 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但翻译官 面带红月 眉毛都要飞起来了 直呼 大日本帝国 什么都是世界第一 连跳舞也是第一呀 而现场 还有一个外国大历史 来自俄罗斯的卡当夫 武功冠绝一方 不一会儿 翻译官不胜久力 先行告退 林伍阻止 要离开 除非像狗一样爬出去 哎 好 翻译官 眉飞四五的爬了出去 兴奋的抽了只烟 出租车 起来 司机起身 拉着翻译官就跑 一路跑到了死胡同 司机停车 转身直接将车子 举了起来 扔了出去 翻译官吓得 揪醒了一半 是林伍前就叫我干的 我只是条狗 咬了我吧 陈珍答应 转身离去 翻译官却想偷袭 被一圈打死 第二天 电线杆子上 图妞妞问大师兄 如果教主陈珍会怎么样 大师兄说 陈珍就会必死无疑 所以 必须先日本人 找到陈珍 让他离开上海 司机的陈珍 将被装成电弓 弄坏了日本人的电路 然后趁机来到 日本武馆修电 司机卡当夫 正在表演自己的 大力奇迹 抗着两个成年男人 原地转脱锣 紧接着 卡当夫拿出一块木板 手持钢钉 竟突手 用钢钉捅穿了 两公分多厚的木板 随后卡当夫 拿出一根钢筋 用手轻轻一折 就将钢筋拧成了面条 这可是失牌 但这还不算什么 卡当夫直接拿出一个 25毫米直径的钢筋 将钢筋当场摆弯 完成了一个跑路线 这可是绝对的真功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身为一名男士 只要你足够萌 就没有你摆不弯的 钢铁大棒 陈珍看后微微一笑 跨离胡哨 你摆得都我吗 夜晚陈珍再闯红口到场 我只杀你们馆长 不关你们的事 陈珍也脱掉了上衣 露出了美好的肌肉 花钱月下 两个人四目相对 卡当夫先发指人 只本陈珍脸部猛攻 陈珍一个后踢 砸翻卡当夫 二人一边再战 陈珍截杀速度之快 让卡当夫没有任何机会出招 卡当夫开始施展 大力奇迹 塑住了陈珍 陈珍一口咬的对手 嗷嗷叫成功脱身 陈珍施展 火家穴穴 迷宗拳 迷得卡当夫眼花缭乱 只能乱打 陈珍一脚踹到卡当夫 原地打滚 连舞一看 金魔掏出了自己的家伙 趁陈珍进来之际 反复会砍 陈珍翻身躲过 也掏出了一根大棒 但被砍得越来越短 此时 陈珍也掏出了自己的家伙 这段对决 可太经典了 不过我还是喜欢另一段 一副双脚棍在陈珍手里 几乎出神入化 进可攻 退可守 陈珍被打得 鼻青脸肘 刀也掉了 陈珍摔掉双脚棍 开始肉搏 一顿暴击后 飞神跃起 连舞口中鲜血狂喷 当场死去 此时 日本人已经血血了金武门 金武门死伤惨重 陈珍回到金武门 看到满地血迹 心痛万分 冲宣补坊老大道 是不是自己出去 金武门就不会受连累 对方说 是 陈珍霸气走出 一群人正拿着枪指着他 陈珍暴怒跃起 生命也在这一瞬间定格 定义金武门 是李小龙和泥匡 联合编剧的经典作品 也是英史第一个全真形象 不但展示了李小龙 集权到攻击 和无规则 无限制格斗的思想 还甚至影响了 后来的真子丹 梁小龙 李廉杰等人的全真 对周星驰 林正英的作品也影响巨大 留下了无数名场面 后来在功夫片 里面混得风声吹起的 一方豪强 林正英 韩应杰 袁华等人都在片中客串 而韩应杰 也是大名厅里的京剧武生 于战元的女婿 和胡金权的御用反派 于战元的徒弟们 大家都肯定不陌生了 就是包括红金宝 成龙 袁华 袁彪等人在内的七小胡 同时 韩应杰也是李小龙处女座 唐山大兄的反派 而卡当夫的扮演者 不但现实中是个高手 还是李小龙的好友和学生 当然 除了这些无数明星外 实验翻译的魏平傲 演技可谓冠绝全片 那油腻的样子 见到吐血的表情 简直让人想拿磨沙伦 磨他脸上的油籽 而在最组作上 这个人物也有非常深刻的一面 在电影中 他是一个中国人 却为日本人做事 而且在日本人遇到问题时 比日本人更能出主意 就因为他是中国人 虽最了解中国人 也最能知道我们的弱点 虽造成的伤害 比那些日本武士还要大 这也是为什么 任何队伍都绝不容忍叛徒 因为一个叛徒 在背叛了自己的阵营的时候 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 只会更加狠毒的 报复自己的同胞 下期手来往往 比原生的敌人更狠毒 就像当年朝鲜战场上的吕超然 一个最臭名昭略的代名词 吕超然从小在美国长大 成年后在美国参军 加入了美军最精锐的陆长仪师 在朝鲜战场上 当遇到中国军人后 他会立马用砖文大喊 别开枪 中国人等志愿军放下警惕 他却端起冲锋枪 抄自己的同胞开枪 并将位置指示给美军 给志愿军打来极大的损伤 战后 吕超然因为功劳 被美军授予 海军十字勋章和银杏勋章 还受到总统的接见 在采访时 他多次叫道表示字体 杀死过很多志愿军 这就是为什么 绝不能容忍叛徒 自己人的背叛往往更可怕 因为没有人会信任叛徒 所以到了敌方阵营 为了剥取主人信任 他们只能比主人更卖命 更毒辣 以前有人在网上问 如果有中国人加入了外国军队 等大家战场上相见时 要不要冲他开枪 毕竟都是炎黄子孙 我想 这个问题不需要争论 当他穿上敌人的军装 蹲着枪 站在你面前时 他就不是炎黄子孙了 他早已抛弃了自己的祖先 他只是你的敌人 一个随时准备杀死你的敌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面理由 关注我 这里看很多经典电影